第一转炸到约有点金黄就可以起 然后再炸第二转 炉出烟,酸度就会减弱 这时候加一点白醋 它会提炼多酸味 我已经可以给大家看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叻仔 今集做的非常适合夏天 因为炎炎夏天最好吃酸酸甜甜 非常醒胃的咕噜排骨 我们要做咕噜排骨 首先当然要买些排骨 排骨最好选一些带着肥膏 因为这样才会不太硬 而且会更香 至于为什么我们不做咕噜肉呢 咕噜肉呢 其实我觉得没有骨 特别是骨会拉着肥膏 这样口感会更好 所以如果小孩子吃 或者长辈吃 不妨买一些梅肉 这样就会没有了骨 那视乎你自己的兴趣 我们用盐洗完之后 大概的尺寸 我建议大家不要说 叫师傅那些斩得太过碎 因为我这些在超市买 就没得选择 一般来说我们做一些 大概是这些两只手指 那么粗那么阔的 就已经OK了 那第一件事 我们就先腌掉它 腌的时候就放一些大露点的味道 少许的糖 大概是半茶匙左右 鹽我们一定要放少许的 就是半茶匙左右 真的非常简单的甜味 胡椒粉反而我自己会放多些少许的 大概是三分一茶匙的胡椒粉 因为做出来的有些猪酥的味道 都可以披走它 之后我们会放少许的煮酒 随意些少给它喝就可以了 这些就是白的米酒 我用的是日式的 之后我们放些鲜味 放些生抽 很随意的 我们先去拌好底味 最好用手套去找它 因为凡是排骨这一类的肉 比较会硬厚一点 而且我们炸一下它 就会更加容易入味 拌匀了这些味粉之后 我今次就会放够一只鸡蛋 放下去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分开来用 蛋黄还蛋黄用 蛋白还蛋白用 用法都不同 如果你放了蛋黄下去的话 肉的颜色就会偏向黄一点 而蛋白就主要做滑一点 但你想像我一样 这样随意的 就一只鸡蛋一次过去 之后再去拌匀 这样味粉就会均匀一点 我们又拌匀 蛋黄都拌匀了之后 你会看到它充满了水分 我们吃起来更加会汁一点 之后我们再加一点的生粉 大概是三茶匙左右 让肉更加的松 拌匀 你会看到一路搅拌的时候 然后粉浆就会开始粘实 这些排骨 OK 七七八八的时候 我们再想它更加的正 封住空气 就加一点生油 所以腌匀的时候 最好一样一样去拌匀 我自己就觉得这样会好些 腌出来 我们就放在一边 夏天放在冰箱 我们起码都腌它一个小时 我们就继续开菜马 接着我们就切菜马 离不开这些红黄绿菠 加多些洋葱 我们切的时候 其实我们未必每次都用完整个 所以我们可以每一块 抽一两块 然后切完之后 尽可能不要让它进水 会更加均匀 所以我们每次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之后再去切割 因为不是每次都可以用完整的红黄绿菠 挺好的 这样切 留下它 千万不要弄坏它 保持干爽 它一样都会很均匀 我们就这样切割就可以了 洋葱 洋葱我们用少少 也不用太多 中间看到它有时这些位置 比较小的 我们可以先把它切下去 其他一开二就不会太碎 这个三色四色马 已经准备好了 切好菜马 当然不少准备菠萝 还有最醒胃 简单的咕噜汁 每逢在外面吃咕噜骨饭 小炒 最多时候看不到的就是 炒到菠萝根本一粒都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做 不妨就准备多一点下去 首先我们这一罐是一罐西罐装的菠萝 这些水千万不要倒掉 这些就是鲜甜、糖味、果味的来源 所以我们先留起它 至于这个菠萝 就随便做个十字 你留一块要来做菠萝冰 那就最好了 这个真的给多些小酒模仿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西罐装的菠萝汁水 接着我们就要调汁 在调汁之前都温馨提示 最好用一些不瘦钢的器皿去调 因为这个汁偏向酸一些 如果你用易结锅 你很容易会侵蚀了涂层 令到保护层 所以建议用不瘦钢就会好一点 凡是遇到酵、酸性的东西 用不瘦钢就会稳妥一点 第一件事我们先调汁水 水的来源 第一我们就会用一个菠萝罐头水 之后我们就大概 我随便拿一个盒子去装 大概是两碗至三碗 我们的饭碗水左右 那份量自己去慢慢振 因为如果我们在公司做 每次都用一些很大的味道去调 那就很难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调汁 就宁愿自己调大概 之后才再调味和颜色 这样会好一点 最主要的是 主要的成份 我们充足就可以了 这里有一些普通的茄汁 这里大概是两个汤匙左右 之后我们就要加些少的盐 大概是半茶匙 一两克左右 拿一点点的味道 接着就要加糖 糖其实有很多人加不同的糖 我就借一些椅 家里有的 这一只就是黄冰糖 做出来的效果 我想它有点光灵的面 这一粒就是叫做金黄的片糖 其实很多人都会用啡的片糖 视乎你手形 放两粒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可以去煮了 最后我们会有两样东西 一定要加 这两个就是酸味的来源 分别我用了这里大概是两汤匙的白醋 一碗左右 这里大概是三四茶匙左右的盐汁 这一个就是酸味的油来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下去 这些醋的味道 一加下去就会揮发 就会不太酸 所以我们先煮至它融化 融化完之后 我们关火一下 试一下味道 就是酸酸甜甜 但又不会太酸 因为我们还没加醋 关火我们还要加两样东西 第一 这个大概是三四茶匙的盐汁 颜色就会变成浓一点 之后 试乎你自己喜欢的酸度 这里大概有两汤匙 我决定就不会全部加 我们只加一个汤匙 因为我不想它太酸 到最后 我们先搅拌它 放到一边 我们埋芡的时候 直接把这一堆芡汁 放下去 再收回生粉 这个咕噜汁 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很快 我们就来到上粉的时候 你现在看到 我们放在冰箱里 更加水分 腌出来的肉 就会更加收进去 没有那么多水 腌之前 记得搅拌一下 因为它始终面 底部都会有些不均匀的状况 上粉 我们简单一点 只用生粉就算了 其实外面有时候 会用一些面粉混合它 什么机会都有 我们上粉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上得均匀一点 即是上厚的粉 也不要紧 包一包它 甚至乎 有些人会上两次粉 目的就是 将它所有水分 包得更加漂亮 更均匀 但我觉得 如果你每次都做两次功夫 就比较复杂 麻烦一点 就不适合我这些懒人做 我就这样上一次 上来一点的粉 都可以均匀 上完之后 有心思一点 就捏一捏它 来到最大工程 也是最麻烦的时候 起码看到木筷子 有点烟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炸它 其实用这个东西 有些人会 叫做半煎炸的形式 来做生炒骨 但我自己觉得 始终方便来说 一定是开餐油 会实际一些 虽然你用半餐油 去半煎炸都可以的 但你吃不到香脆 酱油很均匀 可以炸得脆的效果 整个过程 大概 这个排骨状的尺寸 大概是炸它 三至五分钟就可以了 炸完一转之后 当它有硬面 两三分钟之后 就起它 停它一会之后 再去第二次炸它 炸两次 就可以去到一个 硬正和熟的效果 OK 第一转 我们炸到它 略有些少金黄 就可以起得 之后我们再炸第二转 是不是很干爽很漂亮呢 放入铃铛 煎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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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少許粉熟正常 在家裡就很少這麼濕著 跟著我們先炒香這些三色椒 輕輕辣一辣 因為這些 凡是青椒和西椒 你不辣一辣 它的青味會很強患 所以如果是小孩子的話 就比較難接受 我們輕輕辣一辣 期間最重要是用大一點的火鍋 以免它出水 試試一下 炒到椒略為有少少辣過的痕色 就已經可以起了 否則它就會很傻 沒有那麼平身 你看我炒完 有少少黃 還是這麼硬滾滾的 大概是三成熟 跟著看到它出煙的鍋 真的很熱 所以我們這些醬汁 是叫做 要加進去 以免它煲乾了水 這樣 推一推 我們先煲熱了 蜆汁 蜆汁滾起了 跟著我們這裡有些生粉水 在這裡直接收一個 不稀不稀的蜆水 我現在用一個大火快手的方法 要加進去 以免它這些生粉水 會起一塊塊的雲 好 OK 差不多我就覺得OK 視乎你自己 想再稠一點就稠一點 因為我們只要加一些排骨 它的蜆會更加收得厲害 OK 讓它再一次滾起 又一次滾起了 這樣馬上就可以加菠蘿 再加進去 因為菠蘿比較涼一點 叫做常溫 輕輕暖一暖 跟著已經去到百葉化的階段 這些東西又回鑊 我自己想用排骨 是最後才下的 因為我想它會脆一點 一加下去 基本上你拌勻 已經拌勻了 整個過程這個咕嚕骨 最緊要就是要炸東西咕 其實不是說難的 做的方法有很多 甚至乎有些專業一點的 為了做一個風味 會加些什麼下去呢 加些山渣 那是什麼山渣 就直接是我們 平時以前小時候 去中醫 在醫生就會給你一些苦茶喝 苦茶就會有一些山渣餅給你吃 這樣去送了苦味 就直接是一口紅色的山渣 就拿下去 就說有些獨有的風味 那樣 我們今次這個咕嚕山炒排骨 就大功告成了 在最後其實還有些東西要加下去 那是什麼呢 因為經過我們的煮 一直在出煙 酸度就會減弱 這時候我們加一點點 這裡 一點點的白醋 它就會提煉多一點的酸味 OK 那我就已經可以上去給大家看了 今集非常醒衛的菠蘿咕嚕骨 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你都喜歡吃山炒咕嚕骨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分享給朋友 我們什麼時候都可以吃到一些 簡單一點的家庭開胃菜式 下一集我們繼續一起煮一起享受 下支影片再見 我先吃骨 拜拜